大家好,我是Ether 非常抱歉啊 在上一次关于这个物理机安装OpenWT的视频里呢 我对其中的一些操作呢没有进行演示 导致呢有些朋友呢会留言问我说具体该怎么样的操作 那么今天呢我就补一个视频 来把所有的步骤呢都完完整整的演示一遍 这样呢大家按照这个视频来做呢 应该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 这个是我11.1的小包固件啊 我们先把它解压出来 然后放到桌面上 解压出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名字改成op.img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视图呢改成显示文件扩展名 否则的话我们可能改完了以后发现实际上它是img.img 这样就不好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那个鼠标放到这个文件上面 它会浮出来一个信息框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文件的大小是316帐 也就是我说的那个16加300 这个大小大家要记住 用的文件一定必须是这么大的 如果不是这么大的 在刷机的过程当中会出错 我们来启动一下这个coolshare的固件 按按照满屏跑码 好这个代码已经停止滚动了 那我们呢就知道这个系统呢已经启动完成了 刷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coolshare固件 它自己的次盘分区是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的固件呢是700兆大 它的里面呢分了两个分区 一个200兆一个500兆 它的次盘分区是这么构成的 这里呢大家就稍微在这里留一点点印象就可以了啊 等我们把新的固件刷完以后 会回来一起做一个比较 我们现在呢先打开浏览器啊 然后输入这个网址 192.168.5.1 登陆到网页上来啊 我们先来看啊 先选中这个OP的IMG 然后上传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的左下角写着 正在发送请求到192.168.5.1 这就说明这个文件再传输的过程当中啊 大家就等着就行了 因为这中间没有进度条 所以呢只能稍微的耐心的等一等 冷静冷静啊 好我们呢用另外一个文件管理器啊 就在这个文件传输的上面 这个里面呢我们先点一下TEMP 然后再点一下Upload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上面呢显示的是这个地址栏 地址呢是TEMP的Upload 然后我们点一下右边的这个上传 然后再次选中这个OP.RMG 点开始上传 这个呢就也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没有进度条什么的 大家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 好 现在已经上传成功了 这个文件的大小好像不太对 是47.5兆 那么这个有问题 我们不能用这个上传 我们看来只能用最普通的 这个WinICP的办法来上传了 我们呢打开这个WinICP 然后呢连接到这个路由器上面 输入密码 好啊我们点这个找到这个TEMP Upload 好现在这个目录没问题啊 我们把这个OP.RMG传上来 这个需要一点点时间 看大概什么速度 看来CrewShare这个固件里面 这两个命令呢 都不能用来上传文件了 不好意思啊 看来错误引导大家 大家还得用最传统的方式 用这个WinICP来上传 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固件 大家记住啊 这个上传完了以后 这个固件的这个大小一定是324XXX 一定是这个文件大小才是正确的 如果不是这个大小的话 写入的话就很可能出错的啊 上传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去打开Party 输入用后名和密码 好我们把这个窗口稍微拉大一点点 先养成好习惯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是不是已经在这个目录里面了 ls控格tmp-upload 好没问题啊 再啊 我们接着输入dd控格if等于 斜杠tmp-upload 再一个控格 of等于斜杠dv斜杠sda 写完呢我们稍微检查一下 前面呢是这个镜像文件的所在路径 后面呢是写入的设备名称 检查没有错呢我们就回撤 300兆呢稍微会多等一会儿 好 这个dd文件运行完呢就是这点提示 就是多少多少进多少多少出 大家一看上下数字一样就没有错 然后我们呢就输入这个reboot 让机器冲击 好这个时候看提示啊 机器已经重启了 然后呢显示是这个小包11.1的固件 然后呢跑一下呢一会儿呢会停在这 之前呢我在我的那个视频里呢 给大家解释过 我的固件呢在开机运行以后呢 是不进行滚动评显的 就是那一平平的代码它不会显示出来 它该运行运行只是不显示代码 全部运行完了 它才会提示你说你回车就可以输入命令了 当系统显示这里要求你回车的时候 就意味着系统该运行的东西都已经运行完毕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 它已经运行完了 它才显示成这个样子 已经运行完了啊 记住啊已经运行完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你去把网页打开 该怎么设置怎么设置 这里就不用管了 我知道大家在这里有点糊涂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所有的视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都让你开始输入VI什么什么什么 我的方法呢 不需要你在这输入任何命令 最适合没有一点基础的萌新来学习 所有后面的设置 全部都在网页版的那个Lucy里面 只通过点点鼠标就可以完成 其他一个命令都不输入 请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我很快就上船上来 想要知道如何进行设置 就赶紧订阅吧 好我们呢就打开网页来登录一下 看看这个怎么样 好这个地址现成呢 我们刷新一下就可以了 好看到了啊 这个已经是新的这个界面出来了 说明我们已经刷机成功了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刷好的这个固件的后台 这个里面呢我们输入这个lsblk 就是listblock文件的意思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分区情况是怎么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原先的这个coucher呢 它是200加500 所以整个硬盘是700兆 我们通过地地命令写完以后 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磁盘分区已经变了 变成16加300 剩下的部分就是未占用的部分了 好那么关于刷机呢 就是这些内容 openWrt的网络设置呢 大家敬请期待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